最后一个更离谱 那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东西吗 就这 我是冰仔再出去赶 昨天这条视频啊 兄弟们给咱这二三四选一道轮普 我给你们看看有多离谱 先从点赞最高的开始看啊 他一张简简单单的照片 480个赛 兄弟咱怎么越过越回去了呢 这东西这是汽车能用的吗 金丝台墓啊 这明显的以前马车用的嘛 底下还有兄弟说了 必须28寸少一寸都不好看 这个明显不能用对吧 咱是竞技拍 怎么用那么大的轮毂呢 来看下一个啊 你看看他发的是什么 不是圆的东西就能往上发的呀 兄弟 不是圆的东西就能给汽车用的呀 这东西不是你们家厨房用的东西吗 你可以拿这个蒸包子 蒸馒头蒸米饭 但是你放过他行不行 最后一个更离 绝对扣大分的下 那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东西吗 行 就到这 咱们去选毒装 好吧 虽然咱们GTR34的车器还没做呢 咱这涂装已经开始设计了啊 我手里这是兔鹰跟我们做的小样 都知道新闻哥翻新的那几辆车 那可都是兔鹰做的涂装 主要是四个颜色 我是不专业 我是外行 但是我 起码我能分辨出 这几个颜色 这不是一个颜色吗 好 我搞懂了兄弟们 我们的目标是福克 保罗沃克同款的涂装 但是这个蓝色它有区分 可能视频里看不太出来 这每个蓝色的金属感是不同的 那你看这边 这个的金属感就特别的强烈 这个上面可能会偏油漆色一些 你看这两边就少了很多光泽性 由于这个小羊太小了 我们用拍摄啊 根本就看不出来区别 经过我们的有效沟通以后 toyin总部正在给我们做半大版的小羊 一共就这两款定下来了 那这个选择权还是交给你们 希望大家理性一点 好吗 第一款还是第二款 评论区留言最多的 咱就选对应的那个款式 赶紧选啊 选完我们这234就要去做7了 兄弟们 7 请 啊 没了 哈哈哈哈